第四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将于4月16日举行 今届各大奖项增持激烈 尤其是影后殊荣 就有张艾家、毛顺军 和郑秀文等等大卡士角族 当中张姐就凭灯火难伤先拔头筹 拿了台湾金马影后 这日他和戏中拍档周汉玲分享入围感受 胜算甚大的张姐还一来就哈哈大笑 都免不了问这个问题 那我免不了再说一次 我觉得我们做演员 尤其我都已经做了五十几年 我觉得将戏演好是我的本分 所以至于得不得胜 我真的觉得有些是运气 还有我都在祝福其他入围的女演员 希望她们都得了 是 事于各族最佳新演员的周汉玲 被问到要迎战MIRROR的 是雷绝安和柳应亭 她有没有信心呢 这部电影已经排出了 好像我们现在做什么 或者想什么都不会改变结果 所以我是挺平常心的 当然有我会开心 但是其实大家都做得很好 每一个入围的演员我都很喜欢 所以我觉得挺平常心的 所以我想问张姐 你怎么跟阿玲去说一些 给她一些心理准备 我没有跟她说的 现在说一下吧 我们的朋友听完邱星祥出来 每个都在问 那个男生是谁 他做得很好 我觉得这种赞美其实是最重要的 是观众记不记得你 这个本应都是令到你回家 还会哭 是他们有看到我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奖 其实这天张姐和周汉玲 来到深水埗 除了宣传以霓虹灯为题材的电影 亦想缅怀霓虹灯紧如的催灿 哇 原来这个不是LED灯 这个原来真的是霓虹灯 这个霓虹灯 我想陪着我都几十年了 一直存在 直到现在慢慢消失到剩下几个人 我想香港曾经是全世界 全世界霓虹灯最多的地方 是啊 真的最多的地方 还有大家都越来越比较 哪个牌子做得最美 每一个霓虹灯其实都有很多 它其实不是一个师傅 一个人做出来的 真的不行 所以现在反而做霓虹灯 已经变成很多艺术家 在学习的东西 有个师傅有说过就是 就是有招牌才有生意 我觉得现在开始慢慢消失 这件事是很可惜的 但是也是因为时代 但是也是因为时代 有时候可以消失去的